就是說當柯文哲不管是在議會裡面 有意無意跟藍的國民黨的議員 好像有一些一搭一唱 然後營造出還不錯的 這樣的形象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共同攻擊目標就是打綠 所以打民進黨 打蔡英文 打誰誰誰陳菊 就是打的過程當中 會讓藍的人有一種一吐 口中悶 胸中悶氣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兩邊就會合在一起 那對於柯文哲來說 我覺得他當然是計算過的 因為他其實也講得很清楚 我說我不是小白 我是大白 所以他現在要如何變大白 大白就是要挖更多的票過來 可是因為他跟綠之間已經挖到一半了 民黨已經這個 沒辦法給他拿了 民黨的屍體已經晾在那裡 已經被吸得差不多了 那所以對這個柯文哲來說 他要變大白的方式 就是除了炮打中央打綠之外 他要結合他其他的盟友 一起來攻綠 所以他結合的當然會是藍 那對這個白來說 他現在已經有年輕的票了 因為二十到二九歲 大概都很支持白 他的年輕票是他的主力 所以你看他現在吸納的對象 謝麗公 楊永明 就是說他吸藍的票 他也是有目標群眾的 所以他要吸中壯年這一區的 因為老的大概就是寒粉 寒粉啦 年紀比較偏大一點 那些是國民黨的傳統知識者 所以他其實是有步驟的 在成為大白 那所以當他在攻綠 然後這個藍也覺得 看得蠻爽的時候 譬如說我怕 陳玉珍委員 他真的很可愛 他只要 柯文哲還有柯夫人 不管講什麼 他說鼓掌鼓超大聲的 他好開心 他就對 就是要這樣 對 那所以 他以為民眾黨金門 不會提名立委 所以他這個現象 就是國民黨的隱憂 所以當然鼓掌鼓得很大聲 然後覺得哇 打綠打得好棒的時候 自然而然 藍跟白就會有調色變 就調色的作用 就會融在一起了 那可是融在一起 哇看起來 他們目標都一致的時候 回歸到真正的選戰 而且是多席次的 議員選戰的時候 那時候苦頭真的是 苦頭才會真的 國民黨才會自己嘗到啦 那所以我會覺得 對於藍白和這件事情 儘管國民黨內心 哇有人主張要和 有些人主張不要和 甚至國民黨內 還有人主張說 乾脆不要提 之前有一開始說 對不提人選 對有時候不要提人選 表達這個道歉 認錯謙卑等等的 聲音這麼多 可是我覺得作為黨主席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定見 就是說我覺得 江啟臣的領導力 很讓人質疑 就是說為什麼沒有一個 清楚的態度和方向出來 感覺你的領導力 在黨內好像 沒有什麼 你沒什麼 沒什麼能耐 可以讓這個黨 往你的方向去走 它會使得整個黨 哇哇 好多元喔 每個人什麼方向都有 你也要這樣 你也要這樣 然後每個人都吵得很大聲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江啟臣 會有一些危險 就是大家都看隨你 你根本毫無領導能力